志工定期為獨居長者的送餐日 遇上端午節 迎頭角上村的長富樓 顯得格外熱鬧 志工三年來的陪伴 跟這個社區的許多長者 都建立了深厚的情意 有些老人家甚至因為感動 每次志工來都會主動幫忙 能下樓同樂的志工熱情帶動 至於無法走出訪門的志工也登門拜訪關懷 送上客戒圓品 今天就帶了有包棉 有個橙的樹種來的 麵頭那碗飯 底下那個就是米粉來的 活動結束 老人家們也帶回竹筒 希望可以為需要的人 寄小小的一样 大約新聞 這是美志工蘇婉甄 徐說情香港報導 那麽就行私了 印尼之名